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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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技日新月弈 3C電子產品可說是一個比一個炫 液晶電視也成為各家廠商主打的電子商品 但液晶電視款式這麼多 而且功能鈴朗滿目 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液晶電視呢 就讓我們來比比看 最大的區別就是LED跟LCD 那很多客人他沒有辦法去區分 何謂LED、LCD 那在賣場的部分我們都有標示出來 LED的部分因為它採用背光新的LED燈 所以說它的溫度會比較低 需要的話可以到賣場詢問 電視機是家庭中最常用到的家電產品 使用的時間也較長 最佳的收視距離再來決定電視的大小 例如42吋 最佳的收視距離是2.5公尺到3公尺 47吋則是4公尺 而55吋則要4.5到5.5公尺 而非並不是尺寸越大就越好 反而會有收視的壓迫感 甚至還會看到頭暈 現在的電視都傾向於大尺寸 那當然這個也是要看我們的空間 那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這個50吋的電視的部分的話 它的尺寸的話 最主要是以液晶螢幕對角線的2-3倍 那比如說以50吋來講的話 這個它的對角線的尺寸大概是125公分 那125公分的話 2-3倍的話 就大概是2米半到3米半遮當中 這個是最適合觀看的距離 那另外再來電視的部分 它現在還有多了很多的功能 而且配備也相當集權 比如說像電視的部分 有一些它是有USD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一些照片 還是看一些圖片 這個部分的話 那個對消費者來講 覺得是非常方便 也有聯網的功能 聯網的功能這個可以搭配電腦 可以做Wi-Fi的傳輸 有主力的功能 可以一座查詢 它還有3D的功能 民眾對液晶電視的品牌認知越來越高 相對在購買的過程中 也都有個人的意見和想法 門市的知名度 以及各種方式的促銷 已經不再是吸引消費者主要購買的原因 相對的 消費者會比較越來越重視 產品的售貨服務 以及賣場服務人員的專業態度 這兩項因素 往往都會成為影響消費者 購買醫院的重要因素 無論如何 選對適合自己的家中液晶電視 正確使用液晶電視的功能 就能享受到視覺震撼的高畫質享受 東南新聞 陳靜雄 採訪報導